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网友再度放出了一组Z17后盖的高清渲染图 据称该机的后盖将采用陶瓷彩制 正面依旧是努比亚标志性的无边框设计 配置方面也将搭载旗舰级的骁龙835处理器 而就在刚才努比亚也正式放出消息声 将在6月1日在北京召开新品发布会 那么这次的主角会是Z17吗 拭目以待吧 才发布没多久的LG G6 凭借着其超高的屏占比 吸引了许多消费者的眼球 现在一项LG的新专利曝光 专利显示手机的正面几乎被屏幕所占满 正面摄像头两侧保留了LG V系列的副屏设计 不知道这样的设计会不会被用在后续的V30身上 期待一下吧 不久之前微软刚刚发布了全新的Surface Laptop 现在微软再次宣布将在5月23日在上海举办新品发布会 而此次发布的新品将是Surface Pro 4的升级版 名字就叫做Surface Pro 新机将主要针对硬件配置进行升级 外观基本不变 但微软将提供全新包含四种颜色的配件可选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这个夏天一定是一个异常燥热的夏天 各家厂商都在放大招 小米在一个月前刚刚发布完小米6 现在又放出消息称将会在5月25日发布全新的小米Max 2 看预热海报不仅有雷军 还请到了马东罗振宇等一大票重磅级的嘉宾 据悉新机将分别搭载骁龙626和骁龙660两款处理器 屏幕从上一代的6.44略缩小到6.4英寸 至于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黑科技 那就等着看发布会吧 华为P10发布也有一段时间了 在各大品牌都在拼代言人的时候 华为也忍不住给P10搬来了一个大碗级别的代言人 那就是我们的检察官侯局长陆毅 我知道你们有很多话想说 所以剩下的时间就留给你们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鸟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及数码体验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Rigio.com 但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G 获取最新的推送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愿各位周末过得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咯